最新的0050跟0056 還有其他相關ETF的成分股的調整的名單 我覺得很需要討論的原因 是因為0050跟0056 這兩檔ETF的規模是4400多億 其實規模很大 所以當然它在進行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所謂被動性的買盤 老師如果要你選的話 你會建議大家 我們可以先卡位拿幾檔 我真的也是鴻海 因為鴻海這段期間大概100塊 那它未來的成長動能 有三個嘛 第一個我們講都知道嘛 就蘋果組裝嘛 那蘋果組裝的話 它本身基本的獲利就大概有10塊錢 那第二個最重要就是 我們談到它的電動車 電動車未來的產業大家都知道嘛 第三個就是生技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這些個股裡面的話 我認為是鴻海是最值得 我們長期來投資